在熱戀期的時候 其實你會燃燒比較多熱量 是沒錯的 但是也只有吉卡 你半個麵包就回來 但是如果說有研究顯示 你從單身到有穩定交往 到同居 然後到結婚 就會越來越胖 因為你會越來越穩定 然後身體就絕不需要這個 競爭力 所以其實更穩定的關係 其實是比較容易變胖的 那有一個好方法就是 你要保持自己的競爭力 比方說像 出去逛街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因為你要看別人 競爭力 就是你會覺得 你每天都在想說 你這樣想 就我一定要身材保持得超好 我每天都想 我不就瘋了 他每天在外景都那麼 跟女生這樣子玩 對 我們用蝦蝦都是辣妹 都是漂亮妹妹 你可能就是都保持很好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每天都在保持 我知道 就是你逛街的時候 然後你本來想穿S 然後那很瘦的小姐跟你說 你可能要穿M 你就會被刺激到 回去就要減肥 所以維持身材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要在 擇偶市場維持競爭力 那如果你真的想偷懶 有幾個方法 看那個 看那種競技型的運動節目 緊張 對 緊張 或是球 什麼警備片 男生看球賽很激動耶 因為有研究顯示 你在看球賽的時候 你消耗熱量的幅度 是跟球員一樣的 但是是幅度喔 不會一樣多 他可能一百七 你只有十七這樣 那些看球賽的人 不是拿著啤酒在吃啤茶嗎 對 所以你 這同時你不能再做別的事情 你不要說我已經看球賽了 還可以看政論節目 政論節目你不會想吃 血壓比較高的 對 所以你做一些活動 讓你覺得好像有那個 在腦袋在運動 對 這種就容易可以讓你減少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 你腦袋減少再多熱量 也不 對啊 接吻到底會 可以消耗多少熱量 那研究顯示 從一般的蜻蜓 點水般的吻 可能一分鐘消耗的熱量 是二點多卡 二點多卡你想像 就跟你坐著差不多啦 輕輕的 對 而且要一分鐘喔 激烈的升穩 也是一分鐘時期卡 所以你知道 一分鐘喔 現在是一分鐘重點喔 就是 對 或者是你說 當然如果做喜歡做愛做的事 也能夠受傷啊 做愛做事也可以 是 但是只要你能夠時間夠久 因為我印象中他是說 如果一個小時 大約相當於半跑半個鐘頭 問題是 大家有誰能夠一個小時呢 所以 這就是看對手 我還不能自己去跑步 對啊 你真的太意外對手了啦 遇到豬隊友嘛 第四個 為什麼被抓肩在床那麼高呢 這個我覺得它應該是推算的 第一個 他們付了旅館費 所以他們想說多住了一點 所以什麼 第二個他們在住的時候 又很擔心被發現 然後一旦又被發現又驚嚇 所以累積起來就有1500元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張表 給老公看說 老公 我想減肥 那妳看其實 那妳要怎樣 因為老公會以為妳暗示什麼 還是妳暗示他什麼 大家你看 約會啊 約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減肥方式 為什麼 你看 約個會喔 你看 你就開心嘛 然後就兩百卡 如果車裡再約個會 這樣不就六百了 然後我們再去樓梯間 壁咚一下的話 你今天的熱量就代謝掉了 那如果可以被抓肩 不在床的話 那大概一千啦 也一千 沒那麼緊張 但是還是有運動到 對啊 好有趣喔 好 所以那新年 為什麼這一個後面就接妳啊 真的有運動到 妳都是用這張表 妳怎麼用呢 沒有啦 我也有 我也有一招 是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 因為我高中是舞蹈科 然後我們對於身材 然後都在樓梯 不是啦 然後再回到天上 不是 我們也聽到很多 舞蹈科的動作都很大耶 我們是 因為那時候 老師滿激進的 老師都說身材 都要很肥 很肥 很誇張 所以我們就有 很多同學都有很多很多的奇招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朋友 就有一個同學告訴我 我也覺得非常的有道理 因為他就說 那個妳的體溫 身體的體溫增高的話 妳的食慾就大增 所以妳就要讓身體 天氣很冷 然後天氣 妳讓身體一直覺得冷 妳就會瘦 對 妳就會 就覺得妳就會沒有食慾 所以那時候冬天的時候 哪有冬天火鍋賣這麼好 沒有 我們冬天就是 那時候就想說 要去學校練舞的時候 我們就是都穿短袖短褲 你知道嗎 就出去都被我媽罵得半死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就說不行 這樣會瘦 這樣會瘦 然後我同學也說 跟他媽講說這樣會瘦 然後我就說穿這樣 去學校練舞 結果大概過了三天之後 我就說受不了 我真的沒有瘦半天 我一定快冷死了 可是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在很冷的時候 妳穿得少少的 妳身體會發熱 應該 是不是感覺就會燃燒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冬天的時候 還會穿這麼短袖短褲的人 基本上他們都是瘦的 因為他們就是 沒錯 蘇欽姐妳剛剛講這一段 有一點怒火 幹嘛有點怒火 第二個事情就是剛才 其實沛妳講得非常正確 就是為什麼 妳讓身體冷的時候 妳會消耗比較多熱量 因為妳身體希望發熱 所以妳會發 有沒有 妳會起雞皮疙瘩 然後那些就是妳身體 希望它要發熱 可是問題是發的熱 跟妳促進 剛剛好 對於食慾剛好是相反 妳會發現 冬天的時候 妳的食慾是增加的 對啊 所以妳 夏天也反而常 起了那麼一點點雞皮疙瘩 然後去了火鍋店 大支 沒有 這就很明顯 你看得出來 你看歐洲國家 因為他們很寒冷 所以他們中年後 大支的人真的很多 可是你看像泰國 什麼熱帶國家 好像都瘦 都是非常瘦 對 所以反而是 對於食慾的部分 天冷食慾是高的 只是因為妳冷的時候 妳身體如果摻得很少 妳必須讓自己發熱 會染脂 但這相較是差很多的 所以有時候製作聰明房 會讓自己麻煩 比如說有些女生就說 我減肥的時候 是不是我熱量越低 我會瘦越快 對 其實這是不一定的 為什麼呢 之前有個醫生說 他在幫一個代餐的那個廠商 他就做臨床試驗 分兩組 一組就是吃一千兩百大卡的 就是低熱量減肥 一組是八百大卡的 極低熱量減肥 實驗下來誰瘦得多 應該是八百大卡的 是 答案是一千兩百大卡那一組 他說因為極低熱量減肥 事實上也是一個欺騙 自己大腦的行為 因為他們都以為 自己只有吃那麼少 可是半夜可能默默醒來 就不小心去摸了什麼東西來吃 這次吳醫師的狀況下 可能就抓了一把堅果吃 因為太餓了 違反他們身體的原理 所以反而八百卡那一組 失敗率是高的 所以不用自作聰明 其實真正適合你身體 舒服的方法才是好的 沒錯 所以要適當地吃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慎選食物 哪些食物就是吃了不容易胖之外 還可以默默地再幫我們燃脂 這樣是最好 但是我們當然希望有一些東西 吃下去還可以多消耗一點熱淚 沒錯 那我們就稱為叫做 負熱量食物 就是吃了反而熱量變負 那它的重點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一定要 能夠多舉腳的纖維 譬如說像你吃絲花 它就會很快吞下去 可是你吃杏鮑菇 你不能用吞的 因為你會噎著 對 所以一樣都是蔬菜 有些蔬菜你一定要咬它 有些蔬菜你還可以 稍微狼吞虎咽 所以杏鮑菇不要切 然後一支慢慢吃 沒錯 也吃很久 然後那再來像空心菜 地瓜葉有沒有 你會發現你不能一坨吃它 對 一定得要咬它 對 所以這些的咬 包含了你的口腔 包含你的腸味道 其實都為了要解決它 它本來要消耗一些熱量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代謝代謝 其實要代謝好 最主要就是一個 那B群第一個來源 第二個就是烹調 來源是什麼 譬如說肉類 這個還有顴骨雜糧 那為什麼大家都會說 減重要吃點糙米 紅藜麥 對 或是 為什麼剛剛說飲料要喝芋頭 對 因為芋頭 它至少還有一些B群 對 然後再接下來 可是就是烹飪的方式 如果我肉類有B群 但是我用滷肉飯 一直滷滷滷滷 因為B群怕光怕熱怕濕 所以它滷久了 就會不存在那麼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吃 涮涮鍋有沒有 涮快一點 那個B群含量就會保留在裡頭 那另外就是代謝 也會強調一個叫做有機酸 就是說我們這個裡頭 就比較難叫TCA cycle 就是我們裡頭有叫客式循環 就是能量的產生 它其實會需要很多很多的有機酸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減重 就是說強調喝水 有人會放檸檬汁 或是像我們台灣有香檬 對 這些都是怎麼樣 增加這個檸檬酸的來源 幫助代謝 那有些人喜歡喝發酵的醋也可以 但是因為它含糖量也同樣高 但是它的酸類夠多 所以大概就是喝到餐前三十CC 或是餐後三十CC 這也是一個選項這樣子 雖然我也運動 可是我有時候覺得說 我吃的東西根本就來不及消耗 超過你的運動量 對 然後尤其你知道 我覺得那個暑假的時候 媽媽是根本很難運動的 因為你小孩都在旁邊 然後你每天都是跟她吃喝玩樂 真的很誇張 而且你只要一帶小孩出去玩 然後你就會開始找當地的美食 除了三餐之外 所有的小孩都吃了 而且其實運動有時候 我那時候我覺得我之前 就是有一陣子運動的時候 就會遇到瓶頸了 就是你一直運動 然後你會覺得好像也瘦不下來 對 結果之後我就發現了一個 很厲害 有發報 得了 這個焦糖超可愛的 整車超厲害的 那個是韓國體態管理中心研發的 大膠囊 我女兒超愛這個膠囊 我女孩說 媽媽你那個吃完這個可以送我嗎 她覺得超可愛的 對 那它主要就是有那個 油切專利的韓國藤荒果 其實藤荒果大家其實應該不陌生 對 它可以減少你的 澱粉形成脂肪 然後也可以降低你的食慾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個人很喜歡 那種運動器的胺基酸 因為其實像我平常在 對 BCAA 像我平常在運動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喝一些 胺基酸的飲品 它可以增加你的代謝 然後提升你的肌肉合成 所以像我自己在那個飯前的時候 對 這個是吃前的 對 我飯前我會吃這個 粉紅色的 這個膠囊 你看好可愛 粉紅色的 對 對 然後我就會 這樣就不會搞錯了 對 然後我飯前 就會吃這個粉紅色 它就是減少飢餓感 然後會阻止你的 阻隔你的吸收 對 然後呢 所以當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就可以比較安心了 對 然後結果之後呢 你就 你就沒有覺得這麼餓嘛 對 然後飯後呢 我就會吃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是做什麼呢 綠色的它主要它有 仙人掌跟綠茶的萃取 是 對 然後它可以 幫助包覆你的油脂 然後加上你的代謝 然後把你不要的就排出去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 飯前飯後的搭配 然後再加上我有運動 我覺得效果就非常的顯著 所以如果我覺得 就算不動的人 就也要是 因為它可以增加你的代謝 我光是剛剛聽到 可以提高代謝 就覺得超厲害的 我覺得很有感 而且是我們這個年紀 而且我隔一天早上起來 就很有感了 其實像我一覺得說 我大概一天只吃兩餐的人 我覺得啊 我一定第一餐 我一定要吃很多澱粉 對 那我就會很怕澱粉變成熱量 所以我在吃之前 吃粉紅色這一顆 吃粉紅色的 對 就可以阻斷澱粉的吸收了 對 那就差很多耶 減少很多 差很多 對 所以你真的覺得 自己的代謝有變好 我覺得我代謝提升了 而且我現在吃大餐的時候 我也不會怕 然後我運動的時候 效果也很好 對 所以你看每一個 這樣身材維持得這麼好 依依也是瘦了十幾公斤 那都是用苦工練來的 要不然就是要有智慧 找到聰明的法寶 其實我覺得瘦身減肥 真的是應該是說 一輩子的功課目標 還有就是它真的是量身訂做 就是不是你可以用 每個人的方法 是用每一個人 對 但是找對好的幫手 真的很重要 所以減肥就跟投資一樣 選擇適合自己的工具 才是王道 沒錯 好不好 那減肥的話題真的很好聊 我們又要漂亮 但又要健康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方法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